就是说这个李小龙啊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要是你现在跟李小龙是一个岁数 你们俩谁打得过谁 是不是一个岁数 没有人有很多外国人那么问 就没有像你那么问 如果现在是同一个岁数 就如果状态一样的话 打起来会怎么样 让他赢吧 大都宽厚 我比他高 你哪方面武功比他高 我第一个人比他高 你身高比李小龙高 我跟他拍过戏 男人很矮的 我比他高 我比他宽 但是他肌肉比较熟 我给你看看我以前的肌肉 不赖的 肌肉比较熟是什么意思 住熟了 他是很紧 他是单骨 我是双骨 什么叫单骨双骨 这都不懂 你是单骨 你看我们这就是双骨 这有两个骨头 对 这符合科学吗 我们这 我们有骨头系的 骨细骨粗 你的骨头粗 我的骨头粗 因为你看我上次看一个李小龙的纪录片 就讲 他我都不可思议 说他那个时候的拍片环境 甚至那些群众演员找这武师 说随时都要跟他挑战 他说有个外国导演回忆说 我跟李小龙要说戏 李小龙跟他说 你等一会 踢了 把这武师打他也在踹踢掉 再回来跟他说 现在已经把李小龙都神化了 是吗 我以前 我们以前跟他拍过电影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非常好的一个人 但是呢 是给旁边的人给捧坏了 就是他一来 哇 就这样